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受勋章奖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突如其来的眼睛 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假疫情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 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将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封碑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面对疫情 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到 而是用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状态 书险下温下温可泣 荡气回程的壮丽篇章 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厄 仍不断发展壮大 从来都不是因为有救世主 而是因为在大灾大难的前面 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挺身而出 慷慨前行 我是党员我先上 疫病不退我不退 誓言铿锵 担心闪耀 十四亿中国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 兼命兼 新联系 汇救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化卷 中华民族的大灾大 三号码 三号码 十四亿中国人民同呼吸 目三号码 达大消沙 大灾大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